如果你是一个北约坦克牌的指挥官 让你选择一种坦克来在1960年代的西欧抵御苏联的入侵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坦克 实际上可用的选择并不多 苏军在此时已经有了T5455和T62的庞大机群 而北约此时的坦克 要么是见光子的豹衣AMX30 要么就是还在娘胎里没量产的BMT KPZ70 似乎唯一有点防御可言 并且火力还不差的 就只有M60A1这一种坦克了 而这也符合M60系列坦克的一贯调性 即中庸为家 看似处处处有短板的它 却成为了冷战早期到中期 欧洲不可忽视的装甲力量之一 M60是一种美国制造的第二代主战坦克 也是美军第二种主战坦克 它的美军正式名称为 坦克战斗全履带105毫米火炮M60 虽然M60基本上可以看成一种将M48 改为焊接车体的改进版本 但M60从未被命名为巴顿4 而只是叫做M60或者叫改进型巴顿 在当时美军致力于全MBT学说 即除了必要的轻型坦克以外 所有部队的坦克将统一为一种型号的MBT 所以M60装备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出口 所有型号的M60以及衍生车 总产量高达15000台之多 M60的诞生其实源自于一个失误 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 苏军悍然出兵入侵匈牙利 随即遭到了匈牙利民众的抵抗 在布达佩斯 苏军的坦克手们被民众的燃烧瓶逼出坦克 无人看管的苏军坦克被丢得到处都是 巧合的是 英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广场上 刚好停着一台苏联最新的T54A型坦克 英国驻匈牙利五官迅速上前 对这台坦克的参数进行了测绘 其正面装甲为120毫米60度 当然各位都知道装备量最大的1954型T54坦克 其正面装甲只有100毫米60度 目前尚不清楚这台T54是1949年前的早期型 还是单纯的测量谬误 总之英国人得出了目前百夫掌装备的QF20棒炮 完全无法击穿T54坦克的正面 实际上如果这台T54是100毫米60度手上装甲 那么QF20棒炮的APDS是可以轻松击穿的 不管怎样这个120毫米60度装甲 引发了英国人的新一代坦克炮研制 而最终的结果是105毫米L7坦克炮 以及配套的弹药 除了105毫米L7坦克炮之外 另外一个分辨基础性M48和M60的区别 是M48采用的铸造挖嘴式车体 而M60则采用了焊接式车体 虽然铸造式车体要比焊接式车体更方便制造 因为只需要模具便可以大规模量产铸造车体 但M60的研发决定了它只能使用焊接车体 在M48之后 美军启动了一个未来坦克项目被称为T95 这个项目中包含了不同的测试信号 和M47与M48诞生于3T项目 即T41 T42 T43不同的是 M60的技术直接来源于T95项目 和M48并无关联 这也是它不被称为巴顿的原因之一 在T95项目中 美军实验了自己的早期复合装甲 有两片钢装甲中 也放融融石英玻璃 来提升对于破甲弹的抵抗能力 这样一来 因为中间的石英玻璃加层 车体装甲必须设置为直来直取 不能有M48一样的弧度 并且圆弧的铸造装甲 在生产过程中良品率并不高 模具内出现任何问题 都有可能导致装甲出现杀眼或者气泡 降低该装甲的强度表现 虽然全新的复合装甲 在测试中确实挡住了破甲弹的设计 但由于采用了石英玻璃加层 它的可修复性变得很差 在实验人员以野战条件修复了装甲的弹孔之后 这块装甲莫名其妙的变脆 不再可以提供对动能穿透器的抗性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一次性装甲 在当时已经有数个T95原型车 包括T95一一一五一六在内 多个型号都被确定为XM60 即M48的替代者 在紧张的时间下 设计师们决定 将车体装甲成分回滚回汗接钢制装甲 虽然牺牲了抗破甲弹性能 但是至少可以硬扛穿甲弹的多次打击 1958年 使用焊接版本的M48AR车体 并且安装有105毫米坦克炮的新型坦克 终于定型 由于采用了M68坦克炮 其105毫米L7的美国许可版本 所以这型坦克曾一度被称为M68 1959年3月 它正式被命名为M60 1959年3月16日 OTCM37002号 正式将该类型标准化为 坦克战斗全履带式105毫米火炮M60 生产合同于1959年4月获得批准 6月 位于特拉华州纽瓦克的克莱斯勒公司 特拉华州国防工厂 开始低速出市生产 7月2日 克莱斯勒国防工程公司完成了1号生产试验车 截止到1959年7月 该公司生产了一小批共45台坦克 这个测试批被送往阿伯丁试验厂 进行生存能力测试和最终设计修改 在经过一系列测试后 1960年开始 M60正式进入欧洲复役 在早期版本上 M60看起来就是一台安装了M68坦克炮 并且拥有焊接车体的M48 这是因为早期M60使用的T95E5炮塔 和M48的炮塔在外观上非常相似 这也是M60被错误称为8吨的来源之一 虽然外观上很相似 但T95E5炮塔实际上经过了大幅度修改 装填手一侧后脑勺的位置 安装有一个6发弹药架 这个弹药架保证了M60的射速 不会落后于M48太多 而这一后脑弹药架也奠定了之后 美军主战坦克弹药布局的基础 火力方面M60使用一门M68 105毫米坦克炮 可以发射包括脱壳穿甲弹 尾翼稳定破甲弹 粘着榴弹 白鳞烟雾弹和反人员线弹在内的多种弹药 在后续的升级中 这门火炮还得到了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能力 美军为M68坦克炮配备的火控系统 和M48ARC上的型号基本相同 其综合系统被称为M16火控系统 该系统由M10弹道解算器 以及M16E11火炮数据计算机组成 同时由炮塔上方的M17合成式测距仪 为系统提供射击距离参数 在随后的改进中 M60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夜战能力 1962年末 ANVSS1V1红外探照灯被投入使用 它通过一个支架焊接在炮盾上 处于M68火炮的正上方 这个红外探照灯 拥有红外和可见光两种照明模式 炮手拥有M32红外潜望镜 配合红外探照灯捕捉目标 而车长拥有M19红外潜望镜 和M18红外双筒望远镜 这些套件一起让M60拥有了基础的 夜间搜索射击能力 在M60装备了这个夜战套件后 成功的经验也被用来改装M48A3和后来的M48A5 副武器方面则万年不变 一艇炮手操控的点30同轴机枪 一艇车长操控的点50高射机枪 点50高射机枪安装在M19车长指挥塔内 脑流还是那个人艳狗咸的脑流 只能说一眼看上去 很有M3里的双炮塔一封 机动方面则没什么好说的 依然是万年不变的大陆AVDS17902 V12风冷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最高输出750匹马力 偶合爱立逊CD8506变速箱 拥有两个前进档和一个到达 最高速度可以跑到48公里时 后退也有个18公里时 基础型号重46吨 公众比为16不算太贵 但也快不到哪儿去 比较恶搞的是 M60这种中庸的动力系统取向 反而在坦克驾驶员中深受好评 驾驶员将其称为 行驶非常平稳 笑死因为根本跑不快 最让人诟病的 应该属于M60系列的车高 在M48之后 美国人在造大个子坦克上 一去不复返 M60到车掌塔顶的高度 为3.2米 比一层楼还要高 这种车体别说冷战了 即使放到二战 也算是坦克中的高个子 导致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因素 是成员舱的设计 在当时 M60的成员舱设计为坐式 靠背略为后仰 这样一来 车体的天花板高度 就必须按照驾驶员脑袋的高度 来进行设计 再加上人眼狗咸的脑流 一来二去 M60的高度就杀不住车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在M1坦克上 美军尝试了 躺式驾驶员坐席 一下就把高度降下来了 对比起M60的3.2米 M1的高度只有2.45米 躺式驾驶员坐席功不可没 当然M60也并非没有优点 M60的优点在于 它的装甲防御为 车体手上3.67英寸65度 等效约220毫米 炮塔正面防御约有7英寸 后续型号上 车体手上装甲加厚到4.29英寸65度 等效约258毫米 炮塔正面防御约有10英寸 不管哪个型号的M60 车体都可以完美防御 T54坦克发射的BR412D 全口径穿甲弹 在后续型号上 如果执行反斜面射击战术 炮塔和车体手上 对于100毫米3BM8 脱壳穿甲弹 以及新锐的115毫米 滑糖炮 发射的3BM3 3BM4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拥有较大的免疫区 装有重要成员和弹药的 炮塔正面 会很难被击穿 在当时 北约大部分主战坦克 在平地上 会被100毫米 全口径穿甲弹乱杀时 M60拥有免疫 此类弹药的装甲 不可谓不是一种进步 M60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信号 第一个发展 是美军尝试 对其装甲的改进 原本的T9515炮塔 被认为正投影过于平整 会有很大的防御弱区 于是设计师们开始尝试 通过更换炮塔 来解决这个情况 由于T95和M60使用的 都是M48坦克上 已经确定的 85英寸炮塔座圈 所以这个工作 并不难开展 1960年3月 设计师们首次尝试 将改进的M60车体 与T9517炮塔配对 这一型号M60被称为M60E1 1961年10月22日 M60E1正式接受服役 名称为 坦克战斗全履弹 105毫米火炮M60A1 1962年10月13日开始生产 当时陆军以6120万美元的价格 订购了720辆坦克 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尖鼻子型M60 除了新的炮塔设计外 M60A1的车体还进行了升级 车体的手上装甲 从3.67英寸增加到4.29英寸 而炮塔侧面 从1.9英寸增加到2.9英寸 这使得正面装甲 达到了和M103重型坦克 相同的10英寸装甲标准 在这个过程中 美军正在开发 KPZ MBT-70项目 美军很乐观地认为 这个项目会在70年代 中期就投入使用 M60A1应当是 最后一个M60型号 而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KPZ MBT-70计划胎死附中 而M60也不得不在70年代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升级 第一个升级被称为 附加稳定套件 缩写为AOS 它主要为M60主炮 添加了双向稳定器 赋予了它在移动中射击的能力 在2000米的范围内 M60A1AOS的动对镜射击 命中率约为60%到70 剩余的密似是因为 没有配套的移动中火控系统 导致无法对远距离目标精确瞄准 而基础型的M60 M60A1 在2000米上的动对镜射击 命中率无限趋近于零 另外一个改进 是在1975年开始的 可靠性改进选定设备 被称为RAIS 这个改进是在M60A1的基础上 对车体进行全面升级 M60A1RAIS包含了 之前的AOS升级套件 所以AOS和RAIS 不用并列在M60A1的型号之后 该套件升级了AVDS-1790 2C RAIS柴油发动机 和CD8506变速器 提高了动力模块的使用寿命 和可靠性 随后 1977年 M60A1又迎来了夜战能力升级 这项升级为炮手 部署了M32-E1微光瞄准距 为指挥官部署了M36-E1潜望镜 并为驾驶员 配备了M24-E1红外夜视仪 新的被动炮手瞄准镜 和指挥官潜望镜 相对较低的夜间光照水平下 提供识别能力 在星光条件下 如果使用红外探照灯 所有夜战升级的M60A1 可以在500米上识别目标 并进行精准射击 随后 1978年 M60A1迎来了一次漫长的升级 这次的升级包 被称为M60A1RAIS家 因为在这一年 M60火炮迎来了一种穿甲利器 M735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它可以在远距离 击毁苏军的T72A M1 至少现在 在面对苏军装备的复合装甲 和125毫米火炮的主战坦克时 M60A1RAIS家 拥有还手的能力 为了发射M375 这个升级包给M60A1 更换了更精确的火控系统 并且还为驾驶员 配备了ANVVS2被动夜视仪 重新设计了一套支架 支持M60A1安装最新的爆炸式反应装甲 以提升对破甲弹的抗性 发动机则安装有V11SS 通俗来说就是引擎发烟器 可以让驾驶员在行驶中 通过燃油不完全燃烧 来释放掩护坦克行动的烟幕 此外 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改进 比如将同轴机枪更换为M240C 并且烟雾弹也更换为了 两具六发M239烟雾弹 这种烟雾弹拥有一种特殊荧光化合物 比之前的零烟雾可以更好 遮蔽热成像中的坦克轮廓 整合了以上所有升级的M60A1 在随后的项目中被称为M60A3 动力包更换为AVDS1790RDRAIS发动机 和CD850-6A变速箱 此外 坦克还有新配备的哈鲁灭火系统 这种型号被指定为 坦克战斗全履带105毫米火炮M60A3 最早版本的M60A3和M60A1RAIS加 没什么大不同 最主要的区别是 M60A3换装了M3火控系统 它拥有激光测距仪 M21固态弹道计算机和测风传感器 这套系统的核心是雷神制造的 ANWG2闪光灯泵浦红宝石激光测距仪 它的最远测距距离高达5000米 当炮手测距结束之后 M21E火炮数据计算机 就会综合自动得出的炮口参考传感器 和横峰传感器的数据 以及炮手输入的弹药型号和矫正数据 一起为炮手得出一个非常精准的射击参考 M60A3升级了雷神ANVSG2坦克热瞄准器 这是一种拱格替化核武红外探测器 它允许炮手全天候下 使用红外热成像图像进行精准的目标识别和射击 并且可以穿透低温烟雾自然雨雾 以及在星光条件或者全黑状态下 对目标进行辨识和射击 安装有热成像的M60A3被称为M60A3TTS 同样改进M60A3的经验 也被同样用于M60A1的改进中 安尼斯顿陆军仓库和美音次陆军仓库 将自己所有的M60A1共1391台 全部升级为M60A3TTS标准 被称为M60A1PIP 及产品改进计划 1991年2月27日 随着海湾战争的爆发 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开膛手特遣队的M60A1坦克 带领部队一头扎向科威特国际机场 但就第一坦克营四连第三排 就在第一天的作战行动中 摧毁了15辆伊拉克坦克 而自身无一伤亡 在科威特国际现场周围的战斗中 海军陆战队摧毁了30支40台 在机场周围占据防御阵地的 伊拉克7-72坦克 可见M60的改进还是卓有成效的 作为冷战中 最后一种使用军制钢装甲的坦克 M60A1能在1990年的战斗中 继续担任中坚 来对抗安装有更大口径火炮 以及复合装甲的坦克 其中庸的设计 以及依然看重防御的设计思路 功不可没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视频见 谢谢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